好了,歡迎大家又來聽我說中西人民精神 上次講完中古時期基督教的重視人的思想 他雖然有很多重視人的思想 當時基督教有很多重視人的思想 我們由基督教的重視人的內心的純潔表現 或者重視人內他認識自我的一個 重視自我的一個表現來看 他是重視人的 另外就是這個 在基督教的三位一體的教義裡面 我們都看到他很重視人的 耶穌也是人而神 所以這是一個重視人的思想 基督教 但是我們始終都不認為他 是一個叫做人民主義的方向 那因為呢 第一就是他沒有這麼重視這個 就是這個 在說這個 原始基督教 這個 就是這個 沒有這麼重視這個人的文化 這個 那第二呢 就是這個 他這個始終都是一個神本 神本 這個 這個 人呢 是沒有一個完全的自作主宰的能力 這個 所以我們都不認為 對這個基督教是 人民主義 他影響人民主義 影響後期的人民主義 所以他是後期近代人民主義的根源 但是他那個發展的方向 根本上不是一個人民主義的方向 但是他裡面有一些重人的思想 這個是有的 好 那麼現在我們開始說的 就是要 然後再下去 就是要說到這個 文藝復興時期 這個 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民主義 這個 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民主義 可以 算是一個真正的人民主義 終於都可以算是真正的人民主義 因為呢 我們之前說過 這個 古希臘的 普羅泰哥拉 這個 古羅馬的西塞羅 都只可以說他們有 人民主義思想 但是我們都不能夠真正 用人民主義作為號召 來講 他說這些就是真正的人民主義 這樣還是不可以 但是去到文藝復興時期 這個 就有這個所謂 人民主義者出現 這個 例如這個 愛拉士馬斯 他就是一個 很明顯地 很明白地提倡 這個叫做人民主義的說法 用來跟這個 路德宗的宗教改革派對峙 這個 即是他提倡人民主義 就是用來在這個宗教改革裡面 其中 用來對抗這個 宗教改革派的 這個 這個 這個就是北方 即是在文藝復興 歐洲 北方 的 一個人民主義者 而在歐洲 南方 這個 都有一些人民主義者 例如這個 匹特拉克 這個 他就 不同意中古時期 奧古斯丁的說法 他覺得 不是一心 要這個 只是 關心這個 形而上的 存有的 他認為 這個基督教精神 也要關心世俗的 所以 他會研究這個 古文化 這個 這個 所以這個 當時來講 這個 哲學家 他其實是對 這個 奧古斯丁 一個很主要的流派 他的 那個 精神 是有點不滿的 對於這個 時代 的 流行的說法 有點不滿的 好了 例如這個 比較出名的 有些人 這個是一個 文學家 文學家 博家索 這個 很明顯 是一個 嘲笑 舊教的 教條的人 這個 他讚美 這個 感覺世界 讚美 自然生命的情慾 所以在文藝復興時期的 人民主義 很明顯 表現出一種 反抗中古文化的精神 這個 這樣 就 開出後來的人民主義 就是覺得 雖然 雖然 這些都不是很著名的思想家 這些 但是 正正就是表現出 其實 文藝復興時期 出現了一種 反對中古時期的 那種 文化精神 然後 開出後來的人民主義 即是覺得 只是重視宗教的 仁義上的 講法 仁義上的 內容的價值 不夠的 這樣 還要關心 這個 世俗的 關心 世俗的文化 只有 舊教橋 是不夠的 我們要關心 我們的 自然的情慾 我們要關心 我們這個 自然生命 我們要關心 這個 感覺世界 等等 這些講法 都是 很明顯的 提出了一種 和中古時期 仁義上的一種 精神 是不同的 這個 這樣 開出後來的人民主義 這個 所以這個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民主義 是西方近代人民主義的代表 西方近代人民主義的代表 西方近代人民主義的代表 發展出來 我們近代的人民主義 其實主要 要講的時候 都是由文藝復興時期 開始 這一套 和中古時期的不同 好了 在 文藝復興時期 人民主義的特點 這個 有些什麼呢 剛才剛剛說過的 就是 它一方面 是由中古世界 解放出來 由中古世界 解放出來 所以這個 米蘭多拉 米蘭多拉 是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哲學家 它有一本著作 叫做 論人的尊嚴 這本書 被稱為 文藝復興時代的宣嚴 論人的尊嚴 米蘭多拉 提出一個 叫做 人的尊嚴的口號 這就是標示了一種 人民主義的說法 就是說 人是多了一種 對自然美的尊重 對世界發現的興趣 這樣 好了 這樣 這方面 就是由中古世界 解放出來 重視人 重視自然美 重視人 對世界的興趣 另外一方面 就是對於復興古典文學歷史的研究 這個 不只是 研究仁義上學 不只是研究神的存在 這樣就是復興 一個 古典文學歷史的研究 另外 還有一點 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民主義的特點 就是這個 就是 任人的想像 作多方面的奔放 這個 這個 這個時期 那個 文藝復興的特色 就是 想像力 是自由奔放的 對於人的才能 是多方面的肯定的 所以 出現了很多對人多方面的才能 訓練 多了很多自由的教育 所謂多方面的才能 很多時候 主要是在藝術方面 或者技術方面的才能 訓練 所以 文藝復興時期 出現了很多 著名的藝術家 這個 例如 達芬奇 等等 這些 很多不同的 藝術家 出現了很多 這個 詩人 文學家 等等 這些都是 這些 提倡人民主義的藝術家 都出現了很多 這個 好了 提出 多方面的才能 這個 重視多方面的才能 所以 在技術和藝術的才能 方面 我們在哪裡見到呢 就是 在人對自然的塑造方面 都可以見到 都可以見到 人對自然的塑造 我們看到 人原來是表現出 文藝復興時期 是一種 多種的技術 或者多方面的藝術的表現 這個 好了 在政治方面 就變成 這個 這個 人民主義的特點 就是 對政權運用的技術 這個 表現成為一種 政權運用的技術 在政治上面 中橫擺合 塑造政局 這個 因為這個 重視人的才能表現 重視人的特殊氣質 重視人的個性 也同時肯定人的情慾 重視人的才能 重視特殊氣質 個性等等 這樣的時候 所以 人很多時候 就會要求其他人 去認識自己的才能 認識自己的氣質 認識自己的個性 這個 這個 所以這個 文藝復興時期 人民主義的特點 剛剛這個 剛剛說的 就是 要說 這個 所謂 重視人的 才能 多方面的才能 多方面的才能 你怎樣 重視人的才能 這樣 就是 要對人的才能 作出肯定 這樣 怎樣才可以 讓人 對自己的才能 作出肯定 要讓人 也能夠 認識到 我自己 原來是有才能 這個 要讓人 認識到 我到底 哪一方面有才能 所以 這個 由 重視他人 去認識自己 這一點 開始 就變成 重視名譽 重視名譽 就開始 喜歡 自我 標榜 自我標榜 出現 就由 重視名譽 重視自我 出現很多 爭辯 跟中古時期 很不一樣 很明顯 中古時期 要說 人人有罪 人要認識自己 是有罪 要把自己 自認渺小 但這裏 就不是 這個是 要自我標榜 說我 很有才能 這樣才行 這些表現 正正 就是 不是由 中古時期 那裏 這裏 就是反中古時期 這些說法 就是由 希臘羅馬的 人民思想 升進上來 好了 剛才說到 人民主義 的 復興 文藝復興時期 人民主義復興 復興了些什麼呢 剛才說過 其中有一點 就是 他會對古典文學歷史 作出研究 剛才說過 基督教 初期 其實 最原初 是不重視 人的文化 因為 我們重視 天上 形象的價值 人要認罪 所以 他不重視 人的文化 所以 後來 基督教 中古時期 很重視 人的文化 重視 教會 組織等等 的時候 開始變質 好了 現在 到了 文藝復興時期 由 中古時期 解放出來 對於 人的文化 開始 作出研究 作出研究 所以 對於古代的 學術 是會作出研究的 他們很喜歡 研究古代的學術 這個 好了 這樣 表示 當時 文藝復興時期 的人 要超越 和反抗 當時的時代 要求 和古代的文化有感通 這個 它不僅僅說 當時的時代 要和古代的文化有感通 這就是 所謂 超越當時的時代 這種 超越當時的時代 要求 和古代的文化有感通 這種精神 跟古羅馬的西塞羅養母希臘文化 當時有點不同 因為西塞羅說過 他也很仰慕古希臘文化 要羅馬人全部學古希臘文化 不過西塞羅不太能夠感通 他學的東西很表面 學希臘文化 當時希臘文化是高於羅馬文化 羅馬人看到 知道這是一個事實 他們很想學 所以西塞羅不可以不低頭 要接受希臘文化 但到了文藝復興時期不同 在文藝復興時期的時候 這些人民主義者 他們對古文化的研究 純粹要反抗 要超越當時時代的文化 要回譜已經逝去的歷史世界的文化 令到逝去的世界 令到逝去的文化重生再生 所以文藝復興時期的精神 是一種純粹的歷史意識 表現出一種更高的人民精神 一種更高的人民精神 另外就是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民主義者 他很著重人才 著重個人的才能 剛才提到文藝復興時期 因為他很著重人 然後又著重人多方面的才能 對人多方面的才能 作出一個肯定 從中古時期解放出來 重視人的才能 不只是重視人有罪 原來人有很多才能 這樣 人的才能 是有多方面的表現 這樣 這種精神 是直接反抗中古時期 輕視人的才能 表現的這種說法 因為中古時期 比較輕視人的才能 在中古時期 基督教 比較著重 這個向內 追求神的表現 自己內心去追求神 那些外在的人的才能 表現 就不太著重 所以呢 我們 如果用 看到這樣的比較的時候 我們會看到 民藝復興時期的人民主義者 是比較重視人 比較重視人 比較重視人 我們用民藝復興時期的思想 對比古希臘思想 來看 民藝復興時期 重視人的才能 個性的思想 跟以前說過 普羅泰哥拉 或者西塞羅 他們的人民思想比較 我們就看到 民藝復興時期的人民思想 其實就是普羅泰哥拉 和西塞羅的直接進一步的表現 為什麼這樣說呢 就是因為 以前說過 普羅泰哥拉 是說 感覺性的自然人 他是說一種 感覺的自然人 追求個人的快樂 他是以傳播知識 作為謀生的職業 好了 這些傳播知識 作為謀生的職業 這些是人的文化 都很著重 因為他用來賺食 人的文化 人的知識 這個 著重個人 這個 好了 到了西塞羅 的時候 他也肯定一些知識禮節的文 因為他 因為 羅馬人 是一些自然人的質 質的自然人 所以他希望羅馬人 都變得有些文化 學希臘的文化 所以他很肯定禮儀 很肯定禮節 知識等等 學希臘的文化 所以這些就是 對於人文化的一些肯定 在文藝復興時期 就著重 多方面 表現出 人的自然才能 自然才能 自然才質 這樣 就由 藝術 或者技術 來塑造 一個外在的自然世界 這個 他變成 對於人 要塑造外在的自然世界 是很歡迎的 這個 因為能夠表現到 人自己的技術 或者能夠表現到藝術 這個 所以這個 我們可以說 由古希臘 的 布羅太哥拉 到西塞羅 接著到文藝復興 都是 一貫的理念發展 是要表現出人的活動 這樣去到這個 文藝復興時期 就更加肯定得多些 就是這個肯定人的 技術藝術 人素造 外在自然世界的才能 一層層地向上升進 即是 表現出對人民的價值 人在自然世界中的重要性 這個價值 我們看到 這個看法是一層層地提高的 到文藝復興時期 就更加重視這件事 這樣 這個 明治時期 這個 有一個日本智學家 叫做三木青 這個 這樣 就 認為 這個文藝復興時期的人 是很耗鳴的 自我炫耀的 這個 好了 這種 也是文藝復興時期的一種 特性 剛才說過 這個 因為他著重 要人認識到自己的才能 他著重人的才能 要人認識到自己的才能 要人認識到自己的才能 所以就會重視名譽 重視自我標榜 變成耗鳴 變成自我炫耀 這種趨向 正正因為他們想個人的特殊才能 是被人認識到 被人認識到 而他們又希望在 人家的認識裏面 認識到我們自己 這個 有一個普遍化的表現 令到自己 令到那個人的自我 可以存在在其他人的心裏面 自我 就好像在其他人的心裏面 有一個客觀化的表現 這樣 因為當人家能夠肯定我自己的時候 就變成我自己覺得 原來在其他人的心裏面 很有價值 很有地位 這樣的時候 他就覺得 自己能夠在其他人的心裏面 有一個客觀化的表現 這種精神 就跟中古時期的 宗教精神很不同 因為中古時期 基督教的精神 就是著重說 人自己是有罪的 自己是有罪的 要把自己的罪 暴露在上帝之前 然後請求上帝 去救贖我 這樣人才可以存在在上帝的心裏面 這樣就不是說 要炫耀我的才能 讓自己 留在別人的心裏面 就不是這樣的 所以這個 文藝復興時期 變成一種 調轉的方向 是很積極地去追求名譽的精神 因為他想別人的心裏面 得到肯定 而存在在別人的心裏面 所以文藝復興時期的精神 這個人的精神叫做社會性 這是社會性的精神 而不是宗教性的精神 因為宗教性的精神 要存在在上帝的心裏面 現在這個要存在在其他人的心裏面 這是社會性的精神 而不是宗教性的精神 我的心是向著其他人的心而生 不是向著上帝的心而生 所以這裡 比較普羅太哥拉重視人 西塞羅 重視社會的民 這些精神 去到文藝復興的表現 又上升了一層 文藝復興時期的精神 都是這種精神 但是表現得再上升一層 好了 這個文藝復興時期的 人民思想 剛才講過幾點 還有一個特點 還有一個特點 就是那個時代有人提出 所謂烏托邦的理想 烏托邦 一個理想國的思想 這樣的說法 就是培根所說 模仿天國 而建立人國思想的開始 這個意思是 中古時期就說天國 現在到了文藝復興時期 就開始建立一個理想的人國 這個烏托邦就是理想的人國 那就是文藝復興時期開始了 培根說要模仿天國 建立人國 重點就是重視自然知識 要求人去征服自然 要求人去征服自然 這樣就由這裡開始了 這個近代實用的科學精神 這個科學精神是用來征服自然 改造自然 變成 於是文藝復興時期的技術 和藝術精神 都很重視一種 叫做重塑自然的精神 重新塑造自然的精神 用人的技術 或者用人的藝術 來塑造自然 在文藝復興時期 這種精神是進一步發展的 加上近代科學的發展 科學有很多科學理論的成就 出現了近代的所謂科學文明 這個 科學和科學文明 都是由人所創造出來的 我們可不可以說科學或科學文明 就是人民精神 或者科學精神就是人民精神 這個 我們就不能夠說科學精神 就等於人民精神 又不可以這樣說 因為科學精神 最初是純理論的 只是注視自然物 只是注視自然物 科學精神原本只是注視自然物 並不是特別重視人 人民精神是很重視人 但科學精神是專注於研究自然物 這是純理論來的 所以這個 科學精神本身就等於人民精神 這樣科學文明的成果 就會應用 應用在人的日常文化 這樣就開始有些人民的表現 不過科學人民的科學文明的成果 很多時候又變成 令到人會變成 向外追逐 向外追逐 科學文明的成果 就是變成 我們會大量生產 追求大量的財富 變成一種 向外追逐的一種表現 向外追逐 又喪失了自己 一向外追逐 就喪失了自己 所以 也不能夠變成 所謂的 重視人本身 所以 科學文明 或者科學精神本身 我們不能夠說 它是人民精神 但是 剛才也說過 科學精神 其實跟人民精神 是可以互相配合的 其實是可以互相配合的 因為科學精神 都是人所做出來的 都是人所做出來的 其實是可以互相配合的 當然 亦都可以互相違反 剛才所說的 科學文明 令人變成 向外追逐 這就是違反 不過 亦都可以不違反 所以 我們在這個說法裡 認為 近代的科學文明 科學或者科學精神 不能夠 完全等於人民精神 另外 事實上 看看近代的科學文明 來說 的確 是會令到人 向外追逐 向外追求 而喪失了自己 所以 我們也不可以 我們由此而言 我們不可以說 科學精神 就是人民精神的表現 這個 好了 我們在這裡說了 文藝復興時期的科學精神 之前說過 文藝復興時期的 重視人的才能 或者對古文化的研究 這些特點 都是表示出一種 人民主義的特點 另外 在哲學方面 也有不同的人民主義的表現 哲學裡面有什麼表現 我們下次再說 今天就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 恢復 講明 說先 用幾食べ 一切 拍照 昨天 那 你 我 我們來